刘冠婷和隋唐在悬疑推理新戏 《非杀人》小说中有段大尺度的激情床戏 刘冠婷屁股全都漏 连菊花都若隐若现 经受访时谈及这场戏 刘冠婷事后配音时看到画面 直呼尺度太大 转头问导演 哇 这可以播吗 所以那场戏的话 我们是事前就有很多次的沟通 还有排练 对 所以我们在现场大概都知道怎么做 但其实我还是会有点紧张 但我觉得有一个帮助很大的是 好像现在现场就跟我说 就是你就放心的来演这样 我在那一刻好像就是 哦 好啊 那就 对啊 应该就是在当下在想的事情 应该就是角色的事情 演员的紧张就先摆到一边去了这样 然后后来就很顺利的拍完 然后我也不知道会拍点怎么样 但是后来配音的时候 录音间说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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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導演这片子可以播吗 導演很败 一开始前置作业的时候 给我们看很多尺度更大的东西 所以我看我和自己心里面 先有一个最坏的打算了 哦 哦 哦 对对对 原来他那个尺度很大 我都 怎么办 我觉得我是不是 那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我觉得他不只是 也不是说为了要什么 什么比较有新闻点爆点 是因为这一场戏 在这部片是非常重要的一场转折 然后因为这一场戏 就所有的故事所有人 会变得不一样 然后我觉得 没有 我在听他们的打字声 觉得很有趣 对 有一个对 然后所以我们才那时候 也是有跟两演员沟通说 我觉得这个戏 我们要拍 我们就要比一般的戏 我们再放胆拍一些 然后他们也都就是很觉得很OK 但是然后 那为了就是 过程中 其实给他们看了一些参考影片 然后我大概想像的氛围 然后那时候提的是说 我放了一段 后来完全没有这样做的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吓到他们了 我放了吓你的优惑 但我要说 我那时候说 你们放心不是要这样 但是我说我想要的是这种 其实很彼此救赎 跟我觉得拍起来 其实是很美的 那种情欲性 对 而不是说只是 纯粹在 好像在 发泄欲望而已 对对对对 可是 后来今天才知道 原来他们当时 吓到了 有有有有 好